你民政党的这些发给你林郡县 相对的郝博春 今天你对这个教科书的发言 你们在说是什么话 你们在说是什么撕裂台湾 说不要在伤口上撒盐 不要再撕裂台湾 就问一下 是上主头到处在撕裂台湾 就是你民政党的 从以前在说人家中国第一岗心 第一岗心人台湾人在那分 就是你们在撕裂台湾 今天你好意思在说 是上公太平油没看过 什么那个没人当台湾的 是说都可以去跳海 你民政党到现在为止 对这有道歉吗 你蔡英文落选到现在 你监讨来监讨去 你都在监讨自己怎么样败选 你有没有监讨过 你民进党过去犯的错误 后来就是 谁不让大家知道真相 民进党说 大家对228的历史事实 已经有一个共识 然后对于一些真相 还没有清楚的地方 我们都还在努力的了解 是上主头到处在消费228 实际上作为台湾人的本土净款 自称台湾本土政权 却从来不真正面对 台湾过去的这些本土历史 民进党整天讲228 整天讲白色恐怖 可是你们真的有用心去 把228的真相 跟白色恐怖的真相 告诉大家吗 比如说228世界里面 有所谓的谢雪红 有这个二七部队 有台湾共产党 你们敢碰吗 你们今天只要听到共产党就击笑 你们有真的还原228的真相吗 最后 你们说 任何反民主 什么拥抱威权的人 就会被民主的拘留所推倒 诶 上代表民族啊 上这些民族啊 讲中华民国就不是民主 讲台独就是民主吗 台独等于民主吗 民主进不党 就能够代表民主吗 民主不是你说了算 民主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的 嗯 等等